Hello 大家好 今天大風 我想其實很多朋友都沒有機會出去 可能都是留在家裡 我自己也是 都是出不了街 所以我就想趁這段時間 我有些手錶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聊一聊 我今天想跟大家說 大家看到我現在眼前有兩隻手錶 我右手邊這一隻 Normous 我左手邊這一隻就是 Mister Singer 其實 我今天這一集想說的 其實不是比較一隻手錶 只不過這兩隻手錶 大家都是一個德國的品牌 當然Normous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對他 都不是太陌生 因為Normous在近 這幾年來講 我相信他的冒起得是十分之快 很多玩錶的朋友 想玩德國錶的朋友 或者想玩一些比較中價的 易入手的德國錶的朋友 其實Normous也給了一個很不錯的選擇給大家 但是今天我想集中就是講 我左手邊的一隻 Mister Singer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兩隻手錶 大家一比較的時候 看到其實 有很大的分別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左手邊這一隻手錶 其實只有一支針 跟一般我們看開的錶 是很不同的 那 OK 那我就先放下一個Normous 那我看看 Mister Singer 其實是一個很年輕的品牌 它是在2001年成立的 是一個德國品牌 但是它那個生產的地方 仍然都在瑞士那裡 那我現在手上拿著這一隻 就是它其中一個系列 一個它比較 就是代表到它一個系列 就是這個 N-degree的01系列 那我這一隻 我手上這一隻的錶 就是它那個 是一隻Standard Steel 以及一個透底設計 那個Case Size 就是40mm 那它的機芯 大家反傳給你看 它的機芯 它也是用一個Selita 210的機芯 那這隻手錶 就是一個上年的手錶 那Mister Singer 其實它這個品牌 它所做的滿錶 都是以一個單針錶為主 它主要都是做單針錶 那其實 單針錶 其實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我想 可能現在大家看的時候 就發覺 單針錶就好像很奇怪 那樣 好像一支針 怎麼看時間 那但是其實 如果你看回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的時候 其實 單針 是一個很正常的 是一個很正常的途徑 是去報時 去計算這個時間 那譬如 可能大家看看 以前一些的教堂 一些很久以前的教堂 外面的大鐘 它都是一支針的 那還有很多的 Pocket Watches 譬如大約在16世紀初期的時候 那些Pocket Watch 其實都是一個支針 是作為那個 就是 就是 就是那個計時的 那個 做法 那 也講回 其實就是說 以人類的歷史來講 做一個 就是time 的 一個 measuring 其實 我想回到最早以前 如果大家 記得有什麼叫做日規 那些叫做Sun Dao 就是中間 就是一個盤 然後有一支柱在中間 就是靠太陽 在那個時間上面 去不同時間 投射的時候 那個柱投射的影 就會顯示在那個盤上面 而告訴大家 那個時間是怎麼樣的 那麼 這個也是一個很最早期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個以單針形式 去報時的一個 就是一個這樣的設計 那麼 其實就 這個 Mr.Sun他做這些單針標 某個程度上 他的宗旨 都是想去秉承一些 就是 很 人類以來 就是人類有史以來 一些很古老的 一些 報時的一些 這樣的方法 那麼 其實這個標 大家也會問 那怎樣去看時間 這樣 那其實就 很簡單 我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看到 他這裡有 仍然有些數字的黑度 在這裡 也有很多marker 在一個圈 就是外面 大家看到 那麼其實 在這個Misesaner 那個標本上面 這個marker 大約有144個marker OK 那麼 另外大家去看看 其實他好像現在這個時間 大家看到 其實是代表幾點鐘 其實每一個小marker 它是代表五分鐘 那麼你看到了 它有三格小marker 就會去到一個比較大小小 長小小 和比較深小小的一個marker 然後又是過三格 又去另一個marker 又是跟之前看到這個marker一樣 又是這麼長 還有 顏色比較深一點 那麼 其實這些就是一個15分鐘 30分鐘 然後45分鐘 的一個marker 這樣的意思 所以你看回這個時間 其實它就是代表5點 05分 就是可能已經過了05分 可能去到10分 可能這個 是5點07分 08分 這樣 所以這裡 其實大家可以這樣看 就可以看到 這個時間 大概是多少點鐘 其實就是 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 單針看時間 我一看下去 又要猜 又要猜 很麻煩 但是正正就是這些 單針錶的設計上面 就是想給大家 就是在一個 應該這麼說 就是在一些 不是這麼 大家都知道其實現在 尤其是我們香港 很多人的生活 那個節奏都很急 大家拿一隻錶一看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 看到一些針 有些秒針 在動 可能大家會覺得 那個時間 你看到那個時間 好像動 動 動的很快 但是單針錶 可以給你這個感覺 就是你去看這個時間的時候 譬如你拿一隻錶 你看這個時間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種 很 calm 很舒緩到你 那種緊張 那種這樣的感覺 就等你去看這個錶的時候 你可以看回 其實 你有多少 那個 你有多少時間 在那個秒鐘裡面 這個好像說得很抽象 但是可能 如果大家 真的有機會買一隻 這樣的單針錶來帶來 試過玩過的話 那或者可能你就會明白到 我講的那種看時間 那種的 那種感覺 就是很舒服 很 relax 你會覺得很 不是很趕的 總之就是很 很 easy 那種感覺 那這個可能 大家玩過一些單針錶的 或者可能也有這樣的體會 正如說 這隻錶的定價 其實 比較是一些中價位的錶 大約是新錶來講 1,000多 2,000多 1,000多 2,000多 1,000多 至3,000多 它可能是 它的價值 所以如果 找到二手的 那個價錢 就更加是相宜 更加值得 大家可以試一下 考慮一下 因為我覺得 如果想找一些比較 有獨特的 可能帶出來 別人一看 咦? 你的錶很有趣 可以製造一些話題性的話 我覺得 這些單針錶 其實都可以 不妨去 大家去考慮一下 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 嘗試去找一下 這些類型的錶 那我今天 介紹這隻錶的時間 就是 這麼多 如果大家繼續 我希望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的頻道的話 就繼續subscribe 給我多點comment 我share 和like 因為這些 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和一個很大的動力 我繼續拍多點好的片 給大家 那 今天的時間 就是這麼多 那我下次再跟大家說 另外一些 很值得跟大家說的錶 OK 就這樣 各位 拜拜